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昨天12月5日 世界各大媒体披露一个重大的重磅的消息 那就是中共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主管财务官孟晚舟被捕 这个孟晚舟她是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加拿大警方逮捕 加拿大警方逮捕她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 要加拿大配合逮捕她 而且要把她引渡到美国受损 因为她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让华为公司违背了出口和有关制裁的法律 这个公司曾经把美国的产品转让到美国制裁的 像伊朗 朝鲜 古巴 叙利亚 苏丹这些国家 那么这个孟晚舟这个人被捕 可以说是衣食机器千层的 这个因为她是华为公司创始人 这个任正非的女儿 那为什么她不姓任 姓梦呢 据说任正非至少结过两次婚或者以上 那么子女随母姓 所以有的姓梦 有的姓姚 所以这个孟晚舟就是任正非的女儿 她是副董事长和这个财务官CFO 那么她的被捕呢 首先在华为公司最初是本身否认 在加拿大的华为公司否认 说是谣传 但是随后这个中共驻加拿大的大使馆就发布了新闻 说是这个孟晚舟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而遭到逮捕 说是向加方或者美方提出了抗议这类的说法 甚至说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在侵犯人权 这个时候中共还想起了人权这个词 那么消息迅速得到了证实 而且背部的时间非常蹊跷 是12月1号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 及其随行人员在阿根廷G20峰会后 阿根廷首都布以洛斯爱丽丝举行一个四级谈判 谈双边的贸易战停火协定 90天的暂缓这么一个协定 同一天美国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 那么现在才曝光 那么可以说这件事情的发生了它不是偶然的 它应该说是美方有所考虑 应该是给中方一个强硬的信号 就说美方虽然在贸易战上应中方的要求 或者请求或者中方愿意承诺 一方面立即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 立即降低美国的关税 同时来承诺在90天之内呼应美国的需求 达成一些协议 但是美方不会仅听中方的承诺 或者协议或者语言 根据它的历史 根据中方的信誉 那美国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该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美国在继续从事它的工作 就是反制中共全方位渗透美国的工作 其中就包括对华为公司的处置 所以孟晚舟的被捕 任正非女儿的被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证明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继续的出手 这个华为公司其实要盘点它的历史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既对美国犯罪犯法 也对中国人民犯罪犯法 对整个世界犯罪犯法 这个华为公司很早就卷入了官司 他在2003年开始就涉嫌盗窃美国思科公司 Cisco公司的原代码 并且用Cisco公司的路由器 盗版路由器 当时Cisco公司在2003年就把华为公司告上法庭 后来华为公司以撤出路由器 撤销原代码赔偿 就是庭外和解巨额赔偿的方式 结束了这个案子 后来Cisco公司放弃了控诉 相当于庭外和解 华为公司认错了 赔偿了 华为公司接着在一次芝加哥的展览会上 被发现他的工程师对日本的富士通 富士这一系列的产品在偷偷拍照 当时日本的公司提出了抗议 华为公司就假装说是工程师个别行动 把这个工程师开除来平息事态 结果后来就发现华为公司进一步的事态 他设计什么盗窃盗版 甚至把美国的技术产品转用到美国的敌人手上 转到像这些伊朗和朝鲜 这些受美国制裁的敌对国家手上 他甚至在911事件之前 就帮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塔利班公司服务 甚至曾经为伊拉克的沙特姆侯赛因独裁政权服务 提供产品 而且是利用美国的技术来为那些美国的敌方服务 相当恶劣 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 华为公司想收购美国的三页公司 3Leafs公司 被美国政府亲自介入中断了交易 美国政府在中断交易的时候 对华为公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 指控就包括华为公司 从他的背景一直谈起 谈到他的行为 他不仅是在想收购三页公司之前 就盗版三页公司的知识产权 而且这个华为公司的背景非常可疑 美国政府披露的文件显示 这个叫任正非的人 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 他是个红二代 他的父亲是所谓的老红军 就跟所谓王健林的父亲一样 他本身红二代 而且他出身军队 他在军队曾经是有上校军衔 从解放军队伍里退伍下来 搞了这个华为公司 而华为公司搞了之后 他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是中共的军方 他是通过香港的一个 由中共军方背景的一个公司提供资金 说资金远远不断 中共的国家银行 是给他远远不断的提供资金 而解放军军方不仅提供资金 还提供技术 这就是华为的背景 整个就是共产党的背景 而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本人是共产党员 而且是中共内部重量级的 按照美国政府说法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所以具有明确的中共政府的背景 军队的背景和共产党的背景 这本身就是一个危害 然后华为公司不仅是盗版 而且做出了一系列的盗版盗窃 这些违法的事情 他曾经把美国的技术 比如说像伊朗出口技术 把美国的惠普计算机系统出售给伊朗 而美国对伊朗是制裁 不给伊朗提供计算机设备 因为其中制裁伊朗发展核武器项目 就不给他提供计算机设备 但是华为却给伊朗提供设备 另外后来华为又想给伊朗提供 像美国的一个叫 另一个跟电子有关的一个技术 就是天线 美国天线设备 但是伊朗方面却拒绝了 没有成功 那么另外一家中国公司叫中兴公司 中兴公司在一个内部被美国取得了内部文件中兴公司 中兴公司受到美国的制裁 受到各方面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它也是一个跟华为一样的通讯公司 中兴公司 华为公司都是中共的通讯设备手机公司 那么中兴公司曾经有泄露被美国政府取的内部文件 中兴公司给内部的员工介绍 怎么越过美国的监管 偷偷的向美国制裁的国家输送产品 就介绍了华为的经验 他把华为取了个代号叫F7 因为华为在拼音里面就是H和W组成 那H弄成英文就是husband wife 就是丈夫和妻子 然后他又把他进一步谐音就是F7 F代表F7 代表七 数字七代表七的谐音 所以简称F7 就是中兴公司居然在内部培训中 用F7绕过美国制裁 绕过美国监管部门提供给伊朗朝鲜的设备 来训练辅导中兴内部的员工 这么做 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所以华为公司可以说是臭命远洋 不仅盗窃美国的技术 不仅有美国的产品 而且把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卖给美国的敌人 这简直是可以说是过渡到极点 其于我说华为公司是五毒俱全 他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可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错 因为华为公司他所生产的智能手机 包括中兴公司都是有监控的 对中国人只要使用华为和中兴 他就会受到监控 华为公司专门生产了一个系统叫VCM 就是视频监控系统 它的用户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公安部 他给中国公安部提供这个系统干什么呢 就在网上进行视频监控 实际上监控中国网民的活动 而且华为不仅提供了这个系统 让中国公安部来监控中国的网民 而且他生产了各种摄像头 加入的跟中兴公司一样什么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来监控全国人民 包括什么人脸识别了 音像识别了等等 都是13亿人民的监控 从新疆一直扑到13亿人头上 到处监控中国人民 尤其监控有抗议示威 请愿上访 有不同政治倾向 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些民众和网友 所以华为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非常帮凶 他给中国的公安系统提供了VCM系统 而且他给中共的军方也提供了相应的间谍设备 所以可以说他不仅是美国的敌人 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是文明事件的敌人 另外华为公司在美国还有一系列的可以说是违法行为 设备的技术的盗窃和盗版 还有对其他国家的间谍行为 比如他到处国家去承办这些工程 这些工程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危害 包括美国 台湾 加拿大 很多国家带来了危害 所以美国的众议院 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很早就提交了一系列的报告 说华为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要把它拒绝在拒绝华为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现在相继有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前几年是新西兰 英国已经拒绝了 华为的所谓5G 第5代什么移动通讯的服务 和它的产品已经被拒绝 有更多的国家要加入这个行列拒绝 比如说德国和法国正在考虑 另外加拿大虽然还没有正式拒绝华为的服务 但是美国政府正在跟加拿大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要求加拿大拒绝华为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带来的危害 间接也给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危害 所以华为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 那么在中国也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 在国外是对付文明事件 对付民主 破坏颠覆民主国家 在内部是以中国人民为敌 成为中共和中共公安军队 中共党的帮凶 来控制中国人民 监控中国人民 所以华为可以说是从头到脚 是弥烂到底 完全是弥烂到底 而且阐述了无数的官司 进入了无数的官司 甚至我就说过 刚才说过给恐怖组织提供设备 包括当时的塔利班基地组织 那些电讯 就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头一天 2001年9月10日 他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签署了 为塔利班政权提供电讯通讯服务网 刚刚签了一个设备 第二天就发生了 就要攻击 签署了一个协定 而塔利班是基地组织的庇护者 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被定性为恐怖组织 当时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首先摧毁了基地组织 本拿单的基地组织 同时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迫使塔利班残余逃进了大山打游击战 所以华为是跟美国的敌人紧紧捆绑在一起 而他的恶毒就在于他的技术和产品并不是他自己的 是盗窃盗用美国的技术和产品 而且把美国的技术和产品输向美国的敌人 所以这种做法就是说恶毒加恶毒 那真是死恶不赦了 所以最近两天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在川普和习近平谈判之后 双方进入90天谈判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个言论 说要重建文明世界的秩序 或者重建世界的民主秩序 其中就把中国共产中国称为 有的翻译成坏蛋或者坏内 英语叫Band actor 就说红色中国共产中国是坏蛋坏人 所以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两天的言论 继续的抨击中共 那么如果说红色中国 中共是坏蛋坏人 华为在中共体系下的华为就是坏蛋中的坏蛋 那是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的 内外无恶不作 所以这次美国采取这个行动 对华为公司的主佬副董事长财务官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采取法律行动 并且引渡到美国受审 体现了一个正义的伸张 而且美国不仅是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 在捍卫多国的安全利益 而且是在见解的帮助中国人民 可以说为中国人民也出了一口气 因为中国人民深受华为中芯 什么进华这些监控设备之害 而这些公司的芯片 包括前段时间的福建进华公司 这些公司的芯片都来自于美国 都来自于美国 结果这个 所以说美国在在限制向中国输出芯片的过程中 也可以说是又见解的帮助了中国人民 那就让这些华为中芯 进华这些公司的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难以为继 因为那些芯片它会 磨损 会损失 要换芯片 那么就是他们这个计划受挫 所以华为公司中芯公司 进华公司一直扮演了一个独裁政权的帮凶的角色 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天敌仇敌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对华为公司采取行动 尤其是他的执行官 这个这个财务官采取行动 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 帮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 所以应该中国人民是欢欣鼓舞的一件事情 不仅中国人民应该欢欣鼓舞 而且世界舆论都是欢欣鼓舞 在这个 这个不仅是媒体上 而且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 像脸书 像推特这上面可以都是一片欢呼之声 觉得美国政府早就该对华为公司下手了 当时的奥巴马政府虽然是拒绝了华为公司的并购计划 而且在一定法律程度上对华为公司进行了一些控诉 但是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防堵华为 现在川普政府显然在采取最强的措施来防堵华为 可以说华为的这个这个前途就无多了 那么中国方面发表了很多的言论 中共方面 除了华为公司本身先否认后承认 还有中共驻加拿大的大使馆发表了一些说法 这个批评中共当局本身表态 认为这是好像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个行为 是好像不利于两国气氛 尤其是谈判的条件下等等 但是中共对此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法治国家 民主国家 一切有司法说了算 你现在华为公司在美国经营 在加拿大经营 你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你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在出口 在管制 在制裁方面违背了法律 你就要付出代价 还不要说你以前那种盗窃盗版 抄袭剽窃这些恶劣的记录 所以他必须为他的行为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他必须为他的行为买单 所以作为加拿大和美国的法治国家 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引渡条款 据说星期五 也就是明天 孟晚舟会在美国的东区法院受审 预定是 但是他有他的司法权利 他可以请律师 他也可以要求保释 交保释金 保释等等 他都可以有他的权利 尽管美国政府来指控了他 起诉了他 但是最终是由法院来判决 由陪损团来判决 所以陪损团来裁决 说美国政府虽然是控告的一方 但并不是由政府来领导这个司法案件 司法是独立的 由司法去判决 所以这点跟中国的法律完全不一样 而中共的恶法 像前段时间进华公司 进华公司明明盗窃美国公司的产品 美国公司的专利 却倒过来在中国的福建的法院去控告美国公司 而福建的法院被中共包办的法院 居然包庇盗窃犯进华公司 而判美国公司败诉 甚至以反垄断法 想驱逐美国公司 说那种十足恶劣的 这个角度被美国称为广泛的 非关税壁垒之一 这种人质的非法制的手段 在美国是没有 所以美国尽管把孟晚舟逮捕 加拿大美国联手把她逮捕 但是剩下的程序会依法行事 都会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司法的交代 而且这个孟晚舟被被捕之后 她向法案提出一个禁止令 就是要求法院禁止向新闻媒体 提供相关的信息 据说禁止令是生效 所以才导致很多信息 并不完全知道 以至于华为公司 或者是中共驻加拿大使馆 或者中共当局声称 说不明白为什么孟晚舟被捕 也不明白美国的政府 或者法院指控她究竟犯了什么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捕 是因为其实孟晚舟根据她自己的权利 她提出了禁止令 使一些消息还不能被外界所知 但是现在有一些消息所涉及的 就包括尤其是伊朗 它涉及到是直接向伊朗出口美国管制的产品 刚才我提到的惠普计算机 还有美国的天线设备等等 他有这些把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技术 像美国制裁的美国依法制裁的 也依据联合国节约 以为美国的法律制裁的 伊朗方面提供这些产品 所以这种行为如果不得到制止的话 那世界秩序大乱 所以从这些角度可以看到 中共是世界秩序的破坏者 不仅是经济秩序的破坏者 也是世界安全的破坏者 世界和平的破坏者 当然也是世界政治秩序 文明秩序的破坏者 所以这才有美国国务卿这句话 说重建世界秩序 重建民主体系 要把共产中共称为破坏 称为坏人 予以防范或者惩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贸易谈判开始了 但是美国不会是只听其言 只听你的承诺 或者是谈判 美国的重状是采取行动 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 所以逮捕孟晚舟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表明美国在继续以强有力的姿态去应对中共方面 所以这个在美国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就在这与此同时 就在同一天 美国这边民间的学者发布了一个报告 这些学者都是由以前的亲中亲共的学者 组成的专家智库学者大学教授 他们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一个报告 揭发中共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 全方位的渗透美国 包括高校 包括新闻 包括智库 包括政府 还包括对其他国家的渗透等等 那么这些学者的最大特点就是 他们一贯亲中亲共 甚至是左派 像那些以前的他们的英文名字 他们有中文名字 因为他们会中文 比如沈大伟 夏伟 有些是李安友等等 也包括了福山 日本一的美国学者福山 等等 一共32位学者 提供了这么一个报告 这些报告就 从各方面 讲出了中共的威胁 中共的渗透 所以在这个时候肯定了 美国社会达成了完整的共识 不仅是美国政府 鹰派占主流 强势对付中共 而且美国的国会 民主党 共和党 达成了最大的共识 现在美国的社会 学界都达成了共识 像这份报告所披露的 中共渗透美国智库 用资金影响美国智库 而美国智库要是不跟在 在对台湾的问题上 西藏的问题上 接待达那喇嘛的问题上 如果没有跟中共合作的话 中共就要在人员资金 甚至签证上去刁难美国这些智库 这些活动上 所以对美国的渗透是方方面面的 包括孔子学院 所以这个报告的完成 可以证明 最亲共 最亲中 最左的一批学者 都完成了转型 就完全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 开始对中共进行清算 所以美国社会完成了共识的达成 这个民主是完成了共识的达成 枪口一致对外 一致对向中共 所以中共现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他现在要逃脱美国的制裁 惩戒和对付 那可以说已经是擦翅难逃 无路可逃 所以孟晚舟事件 任正非的女儿 背部事件还可以继续观察 而华为公司受到的惩戒也正在进行中 华为公司曾经还设计一个事情 就是对澳大利亚的议员直接行贿 把澳大利亚的议员请到中国的深圳 提供什么头等舱的机票 还一路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包揽所有的旅馆费 餐费等等 提供豪华的服务 还提供一些资金 结果在被澳大利亚杰出 华为公司也介入了澳大利亚的政治 包括选举 所以以至于不仅华为公司在澳大利亚受到抵制 而且华为公司所资助的那些议员被迫辞职 候选人完全都无法当选上 这是华为公司广泛行恶的一部分 所以在全世界受到抵制 也就是说华为中兴进华这些公司 要走出中国的国门已经很难了 可以说是兔子的尾巴藏不了 或者是秋后的渣马奔打不了几天了 也就是末日来临 这种华为中兴进华这些公司的末日来临 也象征了一个独裁政权的某种 黄昏习照这样的一个尾声 这样的一个写照 但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宏观中来看这个事情 我倒不说他预测他什么时候结束 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观照中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黄昏图景 我在结束今天节目之前 提醒大家 我的会员网站 陈破空会员网站最近几天有很多重大的改版 特别是著作连载 畅销书的连载方面有很多的改版 是为了更方便的服务于会员 在这个结构上美观上做了很大的改版 所以欢迎广大的会员 前往在线阅读在线收听和在线观赏 同时也欢迎其他听众观众网友 订阅陈破空会员网站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音频 会同步发表在会员网站 文字稍后整理出来 会发表上去 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